蕭歐理事長 各位先生 各位台灣國主人 大家晚安 大家好 美美是今天的主席林克思儀 台灣包含阿比亞的殘葳 所有公佩建議的地方都會看到余美美 本來兩年前我可能還有主席來參加台灣教師聯盟 但是命運桌那種人 兩年前我都離開歹歹歹 所以當蕭曉玲老師 他的公益平反之後 我要開始平反我的公益 民心計畫不如變化 變化不如電話 本來呢 我根本就沒想到說我要來主席這部 三年前可能在座的人 外外的人可能不幾個 因為我聽我爸爸的話 去做高雄去讀書 因為我爸爸自己沒有讀書 所以就希望他的這個 寶寶可以讀書 可以讀書 我記得我爸爸問他說 我說我沒有讀書 我也不能讀書 我不會讀書 我說沒有這樣 我讀書之後要做什麼 他就說非常非常認真 跟我說 我應該會記得 他說 你拿了博士 念完回台灣 就算你開計程車 我也以你為榮 真的 結果呢 我在台台教授咱二十年 那我沒頭路 要開計程車 感謝這個民事業當事長 接納了我 繼續我人生的第二孫 三年前 我本來 我本來 我在讀書 我本來想要 九萬人心的下半場 奉獻給相伯 但是上帝說沒 後來呢 三年一我再讀書 心理諮商研究所 我想說我的人生下半場 能夠為我的上帝 為我的信仰做一點事 結果呢 我的信仰一趟兩年半 我差半年 就要比亞 結果呢 就剛才有一個大事 因為我在學校裡面 我很低調 所以一般人 你以前可能有兩萬多的 是說 沒看到我在什麼媒體 人家說話 結果呢 剛才黃世民的案 因為我叫 我叫他 做檢查分 檢查分拼借委員 那就是 一個月開這次的火 嘛 啊沒有想到說 遇到這個黃世民的答案 結果呢 我當那個檢查分拼借委員的 發言人 我只是因為講實話 結果一炮而紅 台灣這個社會有夠奇怪 講實話就會一炮而紅 要紅也會不會太簡單 結果呢 就很多人叫我去 叫他三季啊 反正很多的offer 結果我就問我太太講說 我記得兩年多前 我坐在電視界面前 跟我太太講說 現在放臉忘記這些 電視爭論節目齁 如果我去做的話 我一定把他們都打倒 我太太用很不屑的眼光看著我 想說五十歲 這個五十歲的男人 應該就剩一張嘴嘛 沒在搞死 結果後來應援機會 伊電視因為他整個頻道的收視率 都只有零點零幾 想說 因為金玉本來就在播新聞嘛 想說買李金玉送彭文證嘛 無所謂嘛 就這樣的情況下 我開始主持節目 那個時候我領的那個 主持費比來賓還少 結果 上帝要成就的事就會成就 我只是講實話 就變成台灣收視率最高的政論節目 就變成台灣收視率最高的政論節目 所以在台灣這次逃避已經簡單了 講實話就會出頭 後來呢 就一路主持節目到現在 那 我主持節目第一個離開螢光幕 是因為慈濟的事情嘛 大家知道嗎 那慈濟的事情我也是因為講實話 結果呢 就被下了封口令 那我就說那如果我不能講 那我就不幹了 結果第二天我就離開了 結果我們那個伊甸市的總經理 他很厲害 他跑去跟伊甸市的董事長說 彭文這麼後悔了想回來 他跑來跟我講說 老闆後悔了想要請你回去 就這樣又促成了 我又回去 後來呢 跟你們節目相愛的看 這麼多人主持節目 這麼多人在兼職 在我之前是謝志偉 在我謝志偉之前是羅志正 還有這麼多這麼多人 大學教授都在主持節目 別人都沒有事 只有我有事 我就離開台大 那我相信 上帝關了一扇窗 會開一扇門 而且 我想喔 我如果是因為主持節目 離開一扇 放棄了我 終身鳳的 這個 退休鳳 全部都沒有 只能領我 好像自己存的 大概加一加三四十萬吧 如果我因為主持節目 放棄了台大的教職 我一定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抱著我主持 社會正義的這個心情 我離開台大 我絕對值得 今天台灣不公平不正義的事情 還很多 非常的多 我跟蕭曉玲老師 今天台灣教室聯絡的理事長 是在報上認得的 就是我看了他這個不公不義的事情之後 我感覺動不掉 所以呢 我就主動的參與 邀請他來上節目 在台北市政府的 唯一的一次公聽會 也是第一次首開的公聽會當中 我就跟蕭曉玲老師 請就嗆聲 我說蕭曉玲老師的案子 如果不平反 我對平反的定義是 回復他原來的職務 用紅地條 歡迎他回到中山國中 怎麼把他弄出來 就讓他怎麼回去 這叫做公平正義 但是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說 如果只有被害者恢復 沒有加害者的懲處 這件事情沒有公平正義 所以我直接跟蕭曉玲老師 請就嗆聲 我說如果這兩件事情 你沒有做好 我會常常來台北市政府 拿著牌子來請教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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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台灣人太盛量 我們對於很多事情都 過期就算了 不應該這樣 因為如果不把過去的事講清楚 就會有下一個受害者 因為這些加害人 永遠躲在後面 所以我們聽看我的節目 然後我說我們節目 只要講到壞人 一定唸名字唸三次 唸了三次 但是兄弟在募集 做節目做三年 三當我 只要再說一次而已 不像很多人 常常在找歡迎 另外呢 我們在節目當中 也再三提到 郭瑤奇案跟扁案 因為我們認為 沒有程序正義 就不會有實質正義 所以希望說 所有台灣的主人 可以重新去思考 台灣要的是一個 轉型正義 再進一步的 完全的正義 剛才主持人說 以前 不用說台灣獨立 現在就沒問題 三明星說現在沒問題 我說台灣獨立 NCC寄了一張罰單給我 寄了三張 我8月26號主持 政經看民視 我8月29號收到三張 第一張是說 觀眾檢舉 叫我不要再讓 周慾寇上節目 請我回答 第二張是說 我們不斷的追照封案 擾亂金融秩序 請我回答 第三個是 主持人彭文正 在節目中 公開主張台灣獨立 請我回答 我要怎麼回答 事實就是如此 我沒有要怎麼回答 所以各位給大家報告 民進黨完全正常 但是黨國的黑手 還在操縱台灣這部機器 所以革命尚未努力 同志仍需成功 大家就位拍點 希望明年此時 我們在這邊再開這個會的時候 蕭曉玲老師得到平反 還有這個郭瑤琪得到平反 阿彬亞得到平反 還有我們現場的張參紅市長 還有JJ素花的周慧人 都得到平反 願上帝的公義降臨台灣 謝謝 謝謝 各位 旁邊是不是說是我們的聲音 對不對 我們大家掌聲 謝謝泡泡航 謝謝泡航